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哎呦 干嘛炸锅呢 说到底蔡英文这个厨房 但是还有马英九 你真的会觉得到底是谁 高规低调 谁是低调但高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终于见到真正的友邦了 而不是到美国这个 什么私人行程 过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蔡英文干嘛呢 到了这个玛雅神庙去 瓜地马拉指标性的这个地标 很多人就问会不会累啊 体能还不错啦 要说加油 之前呢 希望两国的邦誼永固 三千年也不为过 那瓜国的总统呢 贾麦黛啊 频频的点头 但是呢 蔡英文出访他见到的 不论是友邦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纽约的桥界的 这些很多 来访的贵宾的讲话也好 你都会觉得 怎么感觉都是好像套好招 照着剧本照稿念的啊 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呢 因为呢 瓜国的总统呢 贾麦黛今天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对瓜国来说 台湾是唯一且真正的中国 蔡英文今天说 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会停 好 网友怎么说呢 塔律般混乱中 到底是哪一个中国 还有外交精元能入带了 但民进党说我们是台湾啊 吴钊燮不抗议吗 这句话不知道蔡英文敢讲吗 大使你怎么看呢 访瓜地马拉 然后瓜地马拉总统的回复 照蔡英文他们的 现在对中华民国国民的模糊性 那等于他被这个瓜地马拉的总统上一课了 他告诉你 你宪法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称就没错了 我不会跟你乱称的 对 你的建交 当时建交几十年建交 你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你现在宪法也没修改 你现在你修宪了吗 虽然民进党现在是完全执政啊 他不是可以 他随时可以修改宪法啊 对不对 你不是每天台湾不是中国 台湾不是中国 可是你的国家的县华名称 叫中华民国 简称中国有错吗 所以瓜地马拉总统 这些都是老政治人物 他不会知道 他不会不知道的 那他这句话 我觉得已经喊给两边听了 一方面他讲你中国 他没有任何的法律上错误 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觉得我不对蔡英文你来抗议啊 你抗议我就看要怎么办嘛 对不对 另外他也是符合国际 国际社会的共同这种处理 你知道一个国家 你可以有很混乱的政治 你可以政党在那边乱斗 可是法律不能乱啊 中华民国的宪法叫中华民国 国民叫中华民国 没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 没有什么中华民国夸号台湾 更没有台湾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没有人 没有宪法 对不对 你宪法都没有你算什么国家 那国际上有人承认有一个国家叫台湾吗 你找得出来吗 对不对 那你说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台湾人啊 可是我国家不叫台湾啊 对啊 我是台湾人一点都没有错 身在台湾长在台湾啊 而且直接拿出护照嘛 上面印什么 我是台湾人 可是我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 我也叫中国人啊 有什么不对 我可以画等号啊 你为什么要画一个不等号呢 所以人家今天就 就是给你蔡英文上一课 你蔡英文你敢讲话吗 蔡英文根本讲都不敢讲 因为为什么 他是故意搞模糊 可是碰到 碰到人家正确的 所谓非常明确的正确的时候 他是讲都不敢讲 那你说吴钊燮 一天叫台湾台湾台湾 你到邦交国 你看人家叫你China的时候 对 你为什么不吭气呢 你们为什么 什么这些人通通站在那边 听人听讯吗 那请问一下 那个民进党的那个发言人 为什么不出来炮轰一下呢 炮轰一下这个假麦袋啊 对不对 那马英九可以 马英九不能讲 假麦袋就可以讲 你这是什么标准啊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 民进党这个 其实赤裸裸 就是怎么样 在欺骗台独 他不是欺骗台湾人 他不是欺骗 他是欺骗台独 所以台独 基本上他们要知道 今天在真正建大台独的思想 台独的 梦想的 就是蔡英文这批人 要不然蔡英文今天面对 我们的邦交国说 台湾是我心目中 唯一真正的中国的时候 蔡英文为什么在那边 真的不敢讲一句话 吴钊燮也在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 我不叫中国 我叫台湾 对不对 那你选票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让那些台独的投票都团 所以台湾现在被搞得一塌糊涂 这个国家 谁都不晓得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所以人家叫一个中国的时候 他也傻眼 甚至我们一些群众也傻眼 一个国家 不晓得自己国家叫什么名字 你不要说自己人不晓得为何而战 真的有外面的压力来说 我跟你讲 就是自己打成一片 自己打成一片 军队不晓得为何而战 公务人员不晓得为何而服务 老百姓年轻人 搞不好在街上 你爱你那个国家 他爱那个国家 大家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 民进党 你既然是台独党的话 你现在掌权的话 你就把你的宪法修到台湾共和国 那你不能修的话 你就不要在那边搞模糊 你不要把老百姓的这个 所有认同 通通给它模糊 这个是严重伤害台湾内部团结 制造台湾内部分裂 制造台湾内部对立 根本就不需要人家来跟我们为敌 我们自己就对立起来了 我们内部现在对立多严重 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所谓的国家认同的时候 我们社会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是热血废同 为了国家 对不对 抛头都撒热血都可以 现在这些人 他把我们搞得清 搞得这国家叫什么名字 你当权就叫那个 他当权就叫那个 而且他也不明讲 对不对 蔡英文老师玩这种模糊游戏之后 到时候 整个台湾就跟一栋大楼一样 所有的关键点都是怎么样 都是松的 你就把所有的螺丝钉都松开了 你看看能不能经得起地震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马英九到大陆去 才是真正代表台湾人 把台湾的定位 在中国大陆面前 他有胆子 他可以把他讲清楚 面对你蔡英文这种 台独党的 然后窃聚中华民国总统的名字 结果人家在你面前说 台湾是唯一真正的中国的时候 他敢对他那个党里面说 我们是台独党 他有什么 龟缩了 没有勇气 在这种时候都展现不出一点 勇气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想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做法 他这次去美国 说穿了 羞辱 对他个人羞辱 我想请问一下 在那个 在那个 这个哈森院 你今天有传出 你到底在里面干嘛 那个不是closed door 我现在了解了 美国说是closed door 你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去那个演讲 去接受人家受奖 为什么要closed door 见不得人吗 原本说蓬佩奥要去的那一场 对 原本要这样 你见不得人吗 你在美国人 你在美国你见不得人吗 更可笑的 不是closed door 我说是lock door 是锁门 别人不能进去 他不是只是关门 我跟你讲 这个在我们以前 我们如果在做幕僚的时候 我们就跟蔡英文说 对这种解读 我不解读 我就说这个对你是 对我们中华民国 对台湾2300万人 是一种羞辱 这是完全没有尊严的做法 拒绝去 这你才有尊严 李登辉的时候 人家然后不让他落地 他会穿个睡衣抗议 你蔡英文给你这样搞 已经是一个民间团体了 那个就是一个智库而已 对 你还不准 什么都没有 你还在那边说 我要受奖 我要演讲 请问一下 谁听到他演讲 谁看到他受奖 你有看到照片吗 有第三者进去吗 没有耶 蓬佩奥也没去 这干嘛 这是干什么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2300人的 你要代表2300人的尊严 请问你去那哈森英文 你的身份 被人家那样处理 你有尊严吗 对不对 那你今天在官员 被我们友邦总统 给你上一课 给你上一课 他怎么不知道 你是想搞台独的 人家告诉你 你这样搞什么 你要我跟你配合 我当初跟你建交 你就Republic of China 你就是China 对不对 要不然你换个名号来嘛 你换个名号来 你再跟我重新建交 看人家要不要跟你建交 我跟你讲 国际事情 不要把人家都当糊涂虫 可是民进党这些人 蔡英文就把我们台湾人 当糊涂虫 在外面 明明受了人家侮辱 还要说怎么样 我很了不起 人家关这门锁这门 还给我很大的荣誉 说得通吗 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瓜地马拉 人家当着所有的 这个台湾蓝媒体说 台湾是唯一真正 且真正的中国 你蔡英文 光是这一点 你蔡英文 你讲得出来吗 你是不是应该要抗议啊 对不对 所以台湾现在搞得怎么样 里外不是人 这个一个国家 政治不能够凌驾法律 你要政治凌驾法律 你就去修改那个法律 你今天有权利 你就修改法律 要不然你就所有的法律 你这个国家 连名称都搞不清楚了以后 你这个国家基本上 就跟一艘军舰 你把它所有的螺丝 都已经拆掉了 倒水里面就散掉了 所以准备解体了 还有呢 我们跟友邦的关系 真的能够像蔡英文说的 还要跟人家三千年吗 那你要看看啊 人家要不要跟你三千年啊 宏廷议员你怎么看呢 蔡英文这一趟的出访 因为呢 接下来哦 据说6月25号 瓜地马拉也要大选了哦 你知道吗 瓜地马拉最近几年哦 据说他们治安很差 贪腐贫船啊 人民对执政党 就是这个 这个总统的执政党 非常的不满 所以在这个大选过后 瓜地马拉会不会变色 会不会风云变色呢 好据说现在外交人员 已经压力很大了 宏廷议员 我觉得蔡英文可能习惯哦 去做一些那种 讨好网民的事情哦 所以所谓的三千年 是不是在学那钢铁人 那个I love you 三千年 的概念 但是我相信 这个总统听了 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其实你看 从友邦的这些反应里面来看 特别你看今天网路上 很多人在传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总统行动 不是那么的方便 但当他走到了 我们的国旗 跟他们的国旗的时候 他还把蔡英文拉住 就是说你要对国旗敬礼 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些画面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坦白讲 刚接纳斯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瓜地马拉的总统 其实他是我们 中华民国真正的朋友 因为他完整的 把我们的外交论述 讲得一清二楚 我们的外交论述很清楚嘛 就是说 见证了我们过去 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其实这个总统 见证了我们过去 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就马前总统 在中国大陆讲说 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总统 瓜地马拉的总统讲说 台湾是唯一的中国 也就是事实上 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在他的心目中 叫做中华民国 那这不就各自 是一中各表的展现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所坚持的 国际地位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展现在这里面的 而我们的外交人员 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在国外奋斗 那回过头来想 那你民进党 你一边讲台独 然后一边戒壳 然后一边又享受过去 中华民国跟友邦建交 这样的一个果实 然后拼命的去打 所谓的这种抗中牌 拼命的去玩这种冲突牌 那有什么意思 所以当瓜国总统 真的讲出来就是说 整个whole plan 就是台湾是唯一的中国 其实他某种程度 他就是认可 现在一个最主流的认数 是什么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也就是说 那回到九二共事 我们才讲到 我们说事实上有一个中国 那你叫你的 我叫我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邦交国 当然是认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蔡英文 到底你有没有要坚持 我们自己在国际上面的 主流认数 还是你过去 在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做政治操作 所以我觉得民众 要看清楚一点 我们真正在国际地位里面 藉由瓜葛总统讲出来 我们的态度就是长这样 所以其他的部分 根本就是真正操作 大家要看清楚 我叫你 我叫你 我叫你